记者林小云台北报道,大学指考国文科登场,台北市补教协会潘华老师今天解析表示,应是近十年来最难一次,例如以统计图表考出移工文学,题组第十题到十二题考移工文学,并采用统计图表。 第十二题答案有一个选项是相较不会两度结果,考生看了可能难以理解,研判可能是新移民社会的谚语,老师们讨论后认为其意思可能是机会不会再来。 潘华老师说明,今年只考国文科考四十二题单选题和多选题,其中有二十八题是阅读理解题,比学测占比一半更高,阅读分量非常重,题杆文字都蛮长的,考验学生阅读掌文的耐性,对只习惯看一行文字或符号的考生,是极大的挑战,恐惠是耐性不去作答。 不仅如此,掌文读完,还要理解,逻辑分析和判断才能答题,与一般阅读不同,取经大脑转换的动作,类似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PISA提醒。 今年只考考题也出现白话和文言两个文本同时出现在一个题组中,潘华老师举例,例如第十三题到十五题题组,第十六题到十九题题组, 均考出白话和文言综合性考题,也考出科普文字和诗经相结合,例如第十三到二十五题题组集为首件,命题结合了古代对昆虫的观察,诗经中数级的昆虫文字,以及法国昆虫加法布尔部分,具有一定的难度。 全教会国文评论高中教师群则认为,文字阅读量太大,内容需要反复判读,导致考生答题时间不足,考题大量采用研究室论文的内容,未能简明恶药的改写,使得问题的逻辑不是很清楚。 今年考题企图融合文白素材,为今年命题特色之一令,社会议题如一公议题,共享经济,素材与生活结合,趋向于素养倒向的命题。 第十七题,引文中第一段第五行提到,蓝亭师游春游出发,带初玄心远响,乃至其捧伤,答致了。 不以以上为形成定论的论文观点,作为命题内容以及选项,严重影响将来教师讲授此刻的方向。